你的每一個小動作 都是誰碰著我的心 我還熟得跌過頭 其實是成了結晶的 你問我的每一個問題 我能不能靠近我 怎麼讓你回應 什麼一種小心 就會有了你的心情 在我的亞翔寧裡面 我們大家都是勇敢追愛 什麼愛都是 所以我覺得這份勇敢 我是希望可以大家一起來感受 看完一次又回想到我們當時拍攝的現場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又遇到這麼多很棒的夥伴 那你現在看到牆壁 會不會就想把Alex啪啪啪啪推到那邊去 差不多了 來囉 封好了之後 就是深深被他的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氣質 就是很清新 然後又帶著一種可愛 說不上來 就真的很有弟弟的感覺 然後那個時候跟他演避動戲的時候 就覺得哇 被他避動的時候最有感覺 就是身高有一點差距 所以他真的這樣子避動 然後是要游下往上的時候 那種壓迫感會更強烈 他努力的一直踮起腳尖 希望跟你拉近距離 不要踮啦 其實剛才在台下 我跟徐安兩個人的時候 都是從頭都牽在一起 然後我們有蠻多片段 但是我們拍完的當下其實就已經很有感覺 可是剛剛配上配樂之後 其實看的當下真的是 我自己是眼眶有點翻了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把這兩個人的故事拍得很美 我們第一次在四戲的時候 我就有跟小姐講過說 于靜就是他有給我一種霸氣的感覺 就是他那個霸道那個霸氣 讓我覺得我只能乖乖的在診療上 讓他砍牙 那我覺得這個是白狼跟徐安最重要的一個化學反應 合作下來其實我還是要說就是 很謝謝是于靜是我的徐安 因為如果不是他的話 我也沒辦法想像是其他人 你應該對著他說啊 對我們說幹嘛 會害羞